一首健康情报 为您的身体做出最简明最实用的健康判断 大家好 我是小鱼 今天我们健康朋友圈又带着响当当的 度年氛围福利来了 辽宁广电视台北方频道 2023精美定制台例和健康防疫包 二选一限量福利免费领 阿志与您一起开启新年更新万象 那么这两份实用的小礼物 您更喜欢哪一个呢 只要您说对口令就能够免费领取 那么福袋仅限每天拨打电话的前十位圈有 今天的福袋口令就是 让健康与兔年同行 您可要记好了 这福利库存每一秒都在减少 能不能抢到就看您的手速了 02423186065 福利捧在手健康跟着走 节目一开始先来问问小鱼 您家里用不用保鲜膜 保鲜膜质解那当然用了 大家都认为这个保鲜膜应该是可以起到保鲜作用的 但是我们的一位圈友却发现了一场 我们一块随着记者去看一看 是这样的 我从外面买的吃的回来出现问题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都不敢吃了 不敢吃了 热心观众张阿姨说的这么严重 是哪种食品又是什么问题 能让张阿姨如此焦急 就是这个东西 这就是我要跟你们说的 昨天买了两盒 吃了一盒 今天呢 打开这盒 吃这盒的时候呢 觉得有异味 你闻一下 嗯 是有点 阿姨 是不是您这个食品过期了呀 没有啊 这还在保质期内呢 我买回来以后都没敢动它 保鲜膜也没动 而且一直放在冷藏室里面 今天我打出来 拿出来一看 就觉得有异味了 我觉得这个肉应该没有问题 里边的肉还是挺新鲜的 就觉得表面有一层 不知道是什么味 张阿姨说 这种异味不像是食物坏掉发酸的味 而且肉本身没有问题 只是表面一层有一股刺鼻的味道 所以根据这两种现象 张阿姨怀疑是保鲜膜出了问题 这个保鲜膜有的是包着熟食 还有包着水果的呢 咱不知道怎么鉴别 这个保鲜膜合格不合格 记者带着张阿姨的问题 请教了食品安全专家董金师 一般产生异味的 主要是这种PVC的 也叫聚率锡的 因为这里边有40%左右的缩化剂 这个缩化剂和食物接触时间越长 温度越高 还有含油量越大 那么这个缩化剂会迁移 它就倒到食物上去 而这缩化剂呢 它是有一定的味道的 它就不是食物的味道的 所以PVC这类保鲜膜 不允许装含油脂的食品 比如说生肉 或者说你砸完的油饼油条 就只要含油脂的 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 冷的热的都不允许 保鲜膜目前主要的三类 一类呢叫PVC的 叫聚率锡的 像这样的 一般看起来是黄色的 透明度比较高 但实际上这个黄色里边的 这个芯只是黄色的 膜并不是黄色的 还有一种叫PE的 叫聚乙烯的 像这样的 那么它呢 一般在超市货架上卖的比较多 也就是家庭用的 基本上都是这种的 那么还有一种叫PVDC的 叫聚偏而乐乙烯的 那么这个只要是用在一些熟食 包装方面的 这个PVC保鲜膜里边 还有这个缩化剂 那么缩化剂呢 实际上是导致内分泌 紊乱的一种化学物质 也就是容易是 雌性基础的分泌增加 雄性基础的分泌减少 也就是我们导致 这个男性女性化 女性性早熟 特别在胎儿发育的时候 会导致一些流产 或者胎儿的这个 性别的一些变化 所以对有缩化剂的这些产品 我们就尽量 就是不要接触含油脂 或者温度高的 甚至也不能用它 裹到身上进行减肥 有好多女士减肥 会把它裹到身上 那么你一出汗 毛孔打开 这缩化剂就进去了 那么会导致可能 一系列的生理技能的一些变化 鉴别这个保鲜膜呢 第一个就是 你在购买熟食的时候 你看它地方裹的 用的什么保鲜膜 如果一看就特透亮的这种的膜 一般就PVC的 就含缩化剂的 它粘度比较大 你看这种膜 我们把它揉在一起 你看它很容易粘在一起 就是它如果粘在一起 你把它打开的时候呢 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 它有粘性 那么还有一些方法 就是燃烧食验 PVC保鲜膜烧的时候呢 第一个不用你找 你点的时候火容易灭 第二个它的烟比较大 浓烟滚滚 烟蓄子都在空里飞 那么第三个就是 这个烟味特别刺鼻子 有时候在家里做饭吧 经常做多了 所以就爱用保鲜膜 给它包装起来 放起来 可是呢 现在市场上保鲜膜又特别多 牌子也特别多 怎么挑选呢 那么在超市购买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花家上能买到的 主要是这种 就有KUS的 有聚息的 它相对比较安全一些 也是我们国家目前唯一的 纳入生产许可监管范围的 一般去超市买保鲜膜 大多有这两种 耐高温的PVDC保鲜膜和PE保鲜膜 您可一定要认准标识 没错 您看这食物啊 需要保鲜 人也是需要保鲜的 现在年轻的姑娘们 是非常的焦虑啊 志姐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这样的焦虑 我就是怕 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 皮肤变差 比如说皮肤出现皱纹啊 斑点啊什么的 真是想想就可怕 哎呀小鱼 你可是问对人了 我前一段时间 认识一位养生达人 这个阿姨已经七十多岁了 那肤色 那个肤质 简直好到没话说 根本看不出她的年纪 她就告诉我啊 说她有一个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 对付脸上的斑点 咱们一块去慰问她怎么样 好 一起来看一看到底该怎么做 她就是今天的主人公孙阿姨 退休在家的孙阿姨 参加了夕阳红老年模特队 这给热爱文艺的她 带来了丰富多彩的老年生活 每天除了整理这些花花草草 练习走秀 就是她最大的爱好 您瞧 虽然孙阿姨已年近八十 可依然精神饱满 气质优雅 可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就是再加上我们经常有演出活动 所以说呢就需要化妆 本来我就有 就是说到中年以后吧 脸下就出现一些老年斑呢 再加上呢经常化妆呢 就更越来越严重一些 长了好多斑嘛 当然这个问题就困扰了好多年 挺烦恼的 后来呢就是听别人 就是接手一个方法 我呢就用了 用了以后呢 就是说脸上 脸上现在已经有很多处呢 就是慢慢地黯淡下来了 没有那么多的 孙阿姨啊 您说的这么好的方法 到底是什么呀 就是一种水果 也是大家经常吃的水果 喝原材料纯天然 再用起来也更健康 我说孙阿姨啊 您就别卖关子了 赶紧告诉我们吧 我说的这个水果呢 就是香蕉 每次呢就说 我吃完了香蕉以后呢 我就把这个皮留下来 这个皮可是个法 香蕉皮当中 还是有一定的营养成分的 比如说这个香蕉皮的水分 它已经高达85% 比香蕉本身都要高 还有一些维生素 像维生素C啦 还有维生素B足 还有一些矿物质 钙呀 镁呀 镁呀这些 当然最重要的是 香蕉皮里面 还有香蕉皮黑色素 它有这个抗氧化的作用 就是针对一些自由基 而产生的皮肤什么斑呀 还有一些皱纹呀 哦 原来被我们扔掉的香蕉皮 不但水分含量高 还能抗氧化 那孙阿姨 您是怎么用这些香蕉皮 来护肤的呢 每天呢 就是在我的那个 有斑的那个地方 要擦个三五分钟 因为我的皮肤呢 就是干性的皮肤 所以说呢 脚呢 裂得比较 有时候就是裂得挺厉害的 有时候晚间呢 就是我也把它煮成水 来这个泡沫什么 泡沫脚 原来方法这么简单 只要用香蕉皮擦拭长老年般的地方 擦拭三到五分钟就可以了 另外 滋润皮肤也有妙招 用煮过香蕉皮的水来泡脚 可以防止脚跟干裂 可孙阿姨说的这个方法 真的有那么神的功效吗 像很多人说 像指的这种方法呢 来说完全去除 或者就是说达到一个特别好的效果呢 这个就不是那么肯定的 它可以起到一定的缓解的作用 看来这个方法虽然可行 但不能完全靠它清除 可这个方法是否适用于所有人呢 在这里呢也需要提醒大家 这个方法呢不是适用于每一个人 像有皮肤过敏症的 还有一些皮肤病的人呢 应该要适用 所以咱也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 来选择合适的方法 看来呢我们以后吃香蕉的时候 香蕉皮可不能直接给扔掉了 它比昂贵的化妆品效果还要好呢 让老曼芝告别壳痰痰 让哮喘慢走肺不再反复发作 健康朋友圈联合研读呼吸病医院 共同打造让爱呼吸呼应活动 详情请咨询0242837999 浓痰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切液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曼芝可谈喘 浓痰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 黄金油交完 浓痰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切液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曼芝可谈喘 浓痰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 黄金油交完 原始生活全品的有机商城 申选全国三千余款有机好物 所有在售有机商品 均具有有机权威认证机构 颁发的有机证书 200至500项以上的农药残留 检测为零 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朋友圈特别节目 我是主持人杨志 接下来又到了守护健康快问医生的环节了 今天有哪位圈友向我们发来了求助呢 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那么圈有宋女士向我们发来求助 说她变成了小洋人了 网上的网友们都告诉她要多喝水 但是她最近看到新闻说 有人因为喝水过多导致水中毒进了医院 那么宋女士就想问问 补水过多真的会导致水中毒吗 补水过多会不会引起水中毒 其实呢人体呢是有正常的一个调节的一个功能 适当的补水是不会引起水中毒的 但是呢我们补水的同时呢 还要补充一些糖分 还有呢就是一些盐 否则的话容易引起呢低钠低糖 好的感谢医生的内心回复 如果你也想像这位圈友一样 获得与专家一对一就诊的机会 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赶快拿出您的手机 拨打栏目热线02423186065 您甭管是自己的健康问题 还是家人朋友的健康问题 我们健康朋友圈都会为您义务解决 志姐 您有没有发现在屋子里待久了 经常会口干舌燥 这不是冬天吗 外边干冷 屋里暖气又烧得太热了 可不是得干燥吗 不过小鱼 你别着急啊 我今天给你推荐一道汤 非常的滋润 非常的舒服 哎呦 志姐 那这是什么高大上的汤啊 这就是传说当中非常著名的 疙瘩汤 很多人都特别爱吃 哎呦 志姐 这也太家常了 太随便了吧 我妈在家经常跟我做 其实我还挺爱吃的 不过你说这个疙瘩汤有那么神奇吗 你还别小看这个疙瘩汤啊 这可是专门的营养师给咱们搭配的养生疙瘩汤 养生疙瘩汤 那确实得一块去看一看 这是一道颜色鲜艳 味道鲜美的翡翠疙瘩汤 王翔宇 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 他可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 打小就爱和妈妈做的疙瘩汤 不过现在身为营养师的他 把自己最爱的美食进行了改良 根据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和工作习惯 让这款新派哥的汤更加的营养 口味清甜的菠菜 可以说是市场上最常见的蔬菜了 菠菜里面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可以促进肠的蠕动 利于排便 还有就是膳食纤维可以增加饱腹感 有助于减肥 另外这个菠菜和我们这道菜里面的胡萝卜 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它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 胡萝卜素在人体里面转化成维生素A以后 对于我们的眼睛保护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也是我刚才说到的 它可以缓解我们的势疲劳 除了菠菜和胡萝卜以外 我还搭配了香菇 香菇不仅口感肥厚 味道鲜美 它还有高蛋白低脂肪的特点 香菇里面有香菇多糖 它可以增加继续细胞的吞食能力 就是增强免疫力 接下来我就来带大家做这道翡翠鸽辣汤 我们的主料肯定是面粉了 但是我今天不用水来和面 不用水 咱们平时做鸽的汤 关键就是在这条鸽的上 你这不用水和面 那能用什么呀 我这道菜的神秘配料就是牛奶 用牛奶来和面呢 不仅口感更好 而且味道也会更好 重要的是我们平时喝牛奶的量 基本上是不够的 所以我把牛奶和在面里面 还有一些做其他的面食也会经常用到 这样呢可以让牛奶的营养更多的吸收到身体里面 我们调鸽的的时候 这个牛奶要一点一点慢慢加进去 而且要用一只筷子同一个方向来搅拌 这鸽的也分干鸽的和湿鸽的 今天小宇教给我们的就是干鸽的制作方法 第一 牛奶要慢慢往里面加 第二 要用一根筷子 第三 要顺着一个方向 不停搅拌 现在我们来处理这两个蔬菜 把胡萝卜和香菇都切成小丁 我们把胡萝卜和香菇分别切成小丁 这样不仅熟得快 而且形状相似 搭配起来也更好看 我们怎么才能焯菠菜 让这个菠菜更翠绿呢 就是在焯完以后 我们马上放到凉水里面给它过凉 这样能保持它的翠绿 难怪称得上是翡翠割的汤呢 提示 把超过水的菠菜立即过凉水 这样菠菜的颜色更翠绿更诱人 这个过完凉水的菠菜就特别的翠绿了 我们把它现在切碎 这里要注意菠菜不要切得太碎 和香菇 胡萝卜一样 大小的块就行了 把原料处理完了 现在我们一起去做割的汤吧 我们把香菇和胡萝卜先放进去 然后滚两分钟 一会儿我们再放调好的割的 接下来放置的顺序也非常重要 香菇和胡萝卜没有焯水 所以先下锅 滚两分钟后再放割的 接下来我们下入调好的割的 放入割的后 要不停地搅拌使其散开 我们现在把鸡蛋放进去 一边放一边搅拌那个割的汤 等蛋花散开后要立即关火 这样才能够保持嫩滑的口感和鲜美的口味 最后放入处理好的菠菜 小雨啊 差点忘了 这味道咱还没调呢 现在我们加点盐 加点胡椒粉 最后放一点香油 少许的盐和胡椒粉 再来点香油提香 咱这道颜色鲜艳 味道鲜美 营养健康的翡翠哥的汤 就做好了 接下来呢 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妙招时刻 我们一起去看看 小编给我们准备了哪些 便于我们生活的小妙招吧 冰姐 你那个影视都带了好几年了 怎么还这么亮 我的影视都变黑了 我这个呀 我当时有个小妙招了 什么小妙招 快教教我 就是要这个影仰化之后 还能正亮如新的小妙招 快教教我吧 冰姐 好吧 看你是我好朋友的份上 我教教你 行 首先我们要准备四样东西 食盐 药物上的锡子片 以及碗和银饰 碗的底部放入食盐 把药上的锡子薄片撕下来 放到碗中 最后再放入银饰 倒入开水后浸泡三个小时 这就是我们已经清洗完的 正亮如新的银饰了 如果你的银饰营氧化了 就赶快试起来吧 让老曼之告别可谈喘 让哮喘慢走肺不再反复发作 健康朋友圈联合燕都呼吸病医院 共同打造让爱呼吸呼应活动 详情请咨询 0242837999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 好像哪里都可以去 现在有车了 想带他们出去玩 他们去总说不用 说坐地铁方面 说我工作累 该在家多歇歇 爸 妈 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 就不累 总是替孩子着想 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小朋友们 我们来上课啦 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中国 好 那提到中国 你们能想到什么呢 我们把它画下来 好不好 我的家就是中国 有好多好多树 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我们要保护他 我们要保护他自然 我要让他变得更美 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他 我爱你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再给大家伙 好好介绍介绍 想当观的 兔年氛围福利 我们聊您广播电视台 北方频道 2023 精美定制台例 和健康防疫包 二选一 限量福利 免费派送 那么这两份福利呀 特别的实用 您更喜欢哪一个呢 福道呢 请向每天前十名拨打电话 并且说对口令的观众朋友 那么今天的福道口令啊 就是让健康与兔年同行 您可要记好了 这福利库存呀 每一秒都在减少 能不能抢到 就看您的手速了 02423186065 福利捧在手 健康跟着走 咳 痰 痠 规范治疗是关键 沈阳燕东呼吸病医院 专注于哮喘 气管炎 慢阻肺等呼吸慢病的精准诊疗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疗世健康朋友会